可能这是爸爸 还生了一个一儿一女 哇塞 这个可能还是刚出生不久的这个海螺宝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今天来赶海 最近啊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啊 很适合赶海的一个地方 它没到沙滩里面 就在这外面啊 因为这外面这块水特别的凉 好多海鲜啊都藏在底下 走吧 我们去看看 看这边这一只小豹爪鱼 就盘在这块的 一碰它就变色了 你看到没有 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的 它包在这个小石块上 这只好小哟 这种小短腿 它像油呢 它这种一口一个才好吃呢 回家直接煮出来啊 沾那根白煮就很好吃了 收了它 前面那个石块中间 我发现宝藏了 我的天啊 你看 这是一串海螺 海螺家族嘛 哇 吸得好紧啊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吸在一起的 这个是妈妈吧 四个呀 哇塞 这下发柴了 一下子捡了四个 回家直接切片 炒着吃都够了 哎呀 顺便说了 今天这个货真不错 石块底下 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是蒸货特别的多 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也过来这边看看 这些小螺子 咱就不要了啊 找一些大货 走 过来看一下 这边这个石块 这边这个底下是一只长腿哎 呦 看看看 拔在这个石块上 哇 它这个爪戏在我的手上 跟过电似的 放电吗 哦 吐沫了 吐沫了 这种巴掌鱼 啊 攻击人就会吐沫 嘿 下来 吸腹力太强了 这只 豆豆还不错啊 这是一只长腿 看这个腿就特别的好吃啊 回家直接起过烧油就行了 带着带着 这个地方真是不错 这些石块儿 并没有嚼嚼处处 都好好找一找 可能今天还会有螃蟹什么的 这块地方水真是凉啊 海蟹是那种寒性的 他们喜欢寒冷的地方 走 再往前面爪一爪 快过来看 这边也是一只长腿 哇 你看在这吸水的 这只骨头不那么大 还行啊 这只腿好瘦啊 看看看 这只也不错 盖头稍微小一点 也还行 回家可以腊炒 咱们也给带着了 说 哎呦呦 这石块底下 就感觉有宝藏似的 看看看 我又看到腿了 在底下 哇 一只一只大长腿 这什么造型在这里面 哎呦呦呦 这只抱着有点受伤了 腿好像 有点受伤 哎呦 这只有点不好了 没大有生命的迹象了 你看 它还是活的 它这个腿还会在动 吸盘 这种八爪鱼 个头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刚入秋 八爪鱼还没长大呢 等到再过一个月就大了 也受了吧 哎呦 我看 这个地方八爪鱼是真多呀 看 这石头上吸了一个 嘿 这只 吸的太紧了 这只有力 哦哦下来 哎呦 哎呦 看这只不是那么的大哦 但是它特别的有力气 好不容易才把它拔下来 看这个大脑袋 哦呦 不是这种带子的 可以收走 今天这八爪鱼 直接回家 直接拉炒鱼盘 它底下好像有个爪动了一下 这个东西 哎呦 真有东西 我得把这个石块扳开 太大了 我也得扳得开啊 我的妈呀 下面以后有货 哇一只好大的螃蟹啊 就感觉一个大钳子动了一下 哇 哎哎哎 别挣着 把这只手有点弄不了啊 你出来快出来 哇哇哇 上货了 来来来快 放到里面 这只好大呀 哇这边这底下 这是一只缩子蟹吧 哎怎么不动了呀 你看它嘴还在这个吐破吗 活的 但是怎么不动了呀 拿出来给它看一下 哇这大钳的 可能是在这 时间长了吧 缺氧吗 这只好大呀 也很沉 这是这只母的 这是这母的 没有带籽啊 试试 这只壳有点软 应该也不会很肥 你看都能摁进去 咱们上市场上挑螃蟹的时候 尽量不要挑这种软壳的啊 一看就不肥 而且这种生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你看 拿起来都不怎么动了 你看 一点生命的镜像都没有 它这种肉 回家估计也是缝缝的那种 不过真的好大呀 这只缩子蟹 你看 真的是好大 基本上都还没有抓到过这么大的呢 就是 不是很活跃了 给它带着吧 回家挣一挣 将来海边这边捡了二毛钱 你看 我是收费瓶子的 你看 在最近游客比较多啊 这个海洋固然也特别的多 前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小瓶子啊 这个也把它带出去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爱护海洋环境这种有责啊 就是 小张这边有好多这种小讽刺啊 跟小张学一点啊 我也是个榜样 走吧 咱们下去赶海 看能吃些什么 像这种图车啊 那时候五块钱一个 有的时候我上海边 都会捡一些 这些东西 这个破碎了 咱就不要了 这边还有一个呢 哇 你过来看一下 那底下还有一只螃蟹啊 一边吃起来红 猫肉 还是活的呢 你看 好肥呀 这大钱的 回家可以煮着吃啊 来来来 收走 这个胡椒 让那些大爷来写了 我就不要了 哇塞 看这个大雪嘎 我的天啊 张这个大嘴 剩这个大红舌头 呦呦 这只不怕人哎 哇 把它这个肉直接扒开了 天哪 你们能看到吧 这个肉好鲜活呀 它在冻着的 在颤动哎 哇塞 回家直接刺生它吧 或者是用开水烫一下炒着吃也特别的好吃 这个吃了挺好 这个可以 你看 回家可以蘸成那种小盆栽 蘸那种小多肉也特别的漂亮 给它收了啊 这一只 带着 特别的肥 前面又放了一个 这个没有张嘴 看起来个头也不小的样子 把它翻开 你看看这边露着一点点的红色的肉 嘿嘿嘿嘿是不是胖的 这个肉都合不进去了 我的天啊 看上这只得挺肥 给它瘦了啊 但这只个头没有那只那么大 比我拳头稍微小一点吧 这也是个不错的个头了啊 给它瘦着 带着了 这只也太大了吧 你看 刚握的一个小沙包 刚握进去 这一只感觉不错 哇看看看这个个头怎么样 跟我这个拳头比一下 真的是跟我拳头差不多大了 而且特别的沉啊 这里面的肉得多肥啊 这个没有把肉露出来 应该不错 这个回家直接切片啊 潮一盘 马上这个卷个津饼 应该不错 给它收了 咱们再往里面看一看 哇你看 这边一只赤甲红要回海了 你看它退潮了 哇一只赤甲红 它直接往里跑被我发现了 你看 这真的是啊 有缘分啊 底下这个垃圾袋也带出去 这赤甲红 再一流绳 它就跑走了 这一只还很大 你看 特别的筋啊 这些海鲜 给它收了 今天这个潮水有点高啊 我看这底下 有一只这个海螺 扣出来给它看一下 哇 活的 有肉哎 这只该头不小 给它收着啊 它可以的 今天这个潮水有点高 我换了一双新鞋子 这样的话都灌水了 看我这个眼里 这个底下好像也是一只海螺 一肥 拿着给它看一看啊 看是不是活的 一肥 我看看看 这也是一只活的 这个肉可肥了 哇塞 这个大海螺也不错啊 野生的大海螺 回家直接白煮沾辣根 超好吃 给它收了 这附近这些垃圾袋 真的是太多了 天呐 根本捡不过来啊 哎呀 我看到的 基本上都会 收一收一捡出去的 真的是海洋污染挺严重的 这边这个食材中间 我又发现了 哇一般上这种潮水的这些地方 海螺比较多呀 这是经验啊 大家一定啊 叫做海螺上这种地方 哎呦 刚跑了一只小螃蟹 也是有肉的 收了啊 这只壳特别的漂亮 带回家 可以做个工艺品什么的 收了 十块翻开看看啊 哇 过来看一下 这是到底像什么 呦 这这个长尾螺啊 哇 看这个肉这么肥 天呐 这是这种毛螺啊 北方也叫 南方吧 好像叫这个东西是响螺 大九十块钱一斤呢 但这个东西有毒啊 咱们吃的时候 一定不要乱吃 好像说是有一根筋 是剧毒的 这个我不大会吃啊 回家就给我公共吃吧 但是这个东西很名贵的 你再回家吧 很久没有捡到这个东西了 并基本上是很难见到的 今天这个长袍的速度太快了 不小心为了扎海螺 这靴子里面 灌了好多的水啊 真的好难受 两个靴子里面都是水 哎呀 你看看还是好玩 但是一些需要付出的啊